我们要出去把福音创遍天下 我们必须要学习每一天越来越亲近耶稣 男孩子喜欢奔跑玩耍 乌利尔也想像其他孩子那样奔跑 但是他不能 但是连走路都困难 乌利尔生长在墨西哥 从一年幼时就疾病残身 好像什么疗法都无济于事 他又假装现抗净症和脑瘤 现在他连走路都做不到 这些疾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 他11岁那年 医生决定给他做手术 移除脑瘤修复他的腿脚 乌利尔的祖母相信祷告的力量 他向乌利尔的妈妈建议 在做手术前的那天晚上 一起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第二天上午 医生为乌利尔进行手术前的例行检查 医生大吃一惊 原来乌利尔的腿完全正常 于是医生又让他做脑部扫描 发现肿瘤也无影无踪了 上帝医治的乌利尔 现在他可以跟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奔跑踢足球 经历了神迹之后 乌利尔和妈妈把心献给了主耶稣 并且加入了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乌利尔还跟人查经 讲道 跟他查经的五个人也受洗了 乌利尔说 我想告诉所有的人 对上帝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 对生活在中美分会的乌利尔和众多百姓 毫无疑问上帝在行神迹 中美分会包括了 从北边的墨西哥到南边的归亚纳 在过去五年里 上帝使用了教会工人和平信徒 在这片广大的地区建立了近三千个新的福林教会 教会也在该地区开办了至少11个城市影响力中心 这些影响力中心 效法基督的榜样 融入社群 满足百姓在身体和灵性方面的需求 比如一位平信徒 在威地马拉建立起一个中心 帮助人们戒酒戒毒 重新恢复对人生的希望 许多前来中心寻求帮助的人 戒掉了对酒精和毒品的依赖 认识了耶稣 有多达一千五百人受洗归主 中美分会的另外三个国家 也建立了影响力中心 专门服务一个特定的亚裔族群 福林信徒与他们做朋友 通过开办西班牙语课程 分享耶稣的爱 他们一起打乒乓球 开展辅导 提供查经课程 教会已经为这个族群 成立了一个教会 上帝的圣功在中美洲地区勇往直前 我们亲眼看到在上帝无难事 当信徒们聚集一起祷告传扬福音 神迹就发生了 生命就改变了 乌利尔就是见证 感谢大家用祷告和布道捐 支持全球各地的圣功 你可能怎么都想不到 在墨西哥城竟然生活着 这么多的犹太人 而且福林信徒正在为这个庞大的 魏德群体热切地祷告 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人口高达2200万 但是福林信徒人数才有六万五千 连0.5%都不到 福林信徒并没有分布在整个城市 绝大部分信徒集中生活在几个区域而已 我们认识到 这个城市的特定区域 有很大的需要 那就是西区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这一区域建立教会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直都在做外展布道的努力 过去四年里 主真的很恩待我们 一个又一个的神迹 把圣公引领到今天的状况 就在这一区 我们所在的位置 从地理位置 社会架构和经济层面来讲 这里有一个群体 期待我们接触 这个社区拥有各种资源 这里的居民 在物质方面和健康方面 都过得富足 复林信徒认识到 这个群体的居民也有灵性的需要 于是就在这个国家 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 成立了一个犹太复林信徒文化中心 这里的居民中40%都是犹太人 因此这一区域的别名是小特拉维夫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墨西哥的犹太人社区 大约有6万7千人 很多人都是过去数百年来 逃离逼迫和边缘化的移民的后代 我们意识到一般的植塘策略 在其他地区有效 但在这一区域却成效不大 因此我们就开始研究 全球赋林教会 都有什么样的布道项目 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一空白地区 取得巨大突破 目前在墨西哥还没有犹太复林信徒团体 墨西哥城的复林信徒在不断努力 他们需要大家的祷告支持 现在在关键性地区 有了犹太复林信徒文化中心 教会相信上帝会行大神迹 感谢大家对复林信徒 全球布道的忠心支持和慷慨奉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